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当年擅长唱情歌的长发女孩 用一首首俊勇的动人情歌 伴我们走过难忘的青春岁月 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 我的心 微微地战斗 仿佛在对心什么 如果你走出我生命中 我将无法接受 我心里的空间藏着无法改变的答案 她当年的台湾头号金钟情人 历经岁月的变迁 再度展现动人的欢言 我想你想到梦里头 我要追你追到什么时候 一辈子不够 用两个来生享受 别吃 想要知道太多是一种病 她是永远快乐的小孩 方济为 2013年春末感人发声 阔别歌坛十二载 台湾歌坛玉女掌门人方济为 重新出发 给你温暖的礼物 情势太极 情势太极 相互以为却又黑白分明 我因为你 2013年5月17日 北京时间14点 台湾歌手方济为 做客浙江东阳电台 明星会客厅 对话DJ东方 与你细数爱情的故事 哦 爱情的故事 对我 就像一场 空白灯火 哦 爱情的故事 对我 就像一场 没有开始的梦 北京时间的下午时间 14点10分 收音机前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关注 东洋人民广播电台 城市频道的 边走边听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东方 那我想呢 在刚才我们播出的 节目片话当中呢 每一段旋律 每一首歌曲 我们的听众朋友 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吧 坦白讲 东方从学生时代开始呢 就深深的被这位歌手所吸引 而他演唱了那一系列情歌 以及他非常清纯秀丽的面容 早已经成为 和我的学生时代 和我的青春记忆 紧紧捆绑在一起 分也分不开的一个元素 那么今天 当终于有机会通过连线电话 来采访到这一位 昔日心中的偶像 方继伟的时候 东方坐在直播间的心情 依然是难以抑制的激动 好的 现在呢 终于接到了我们电话导播的 这个示意 方继伟的信号呢 已经切进了直播间了 其实此时此刻呢 要与方继伟小姐对话的时候呢 东方自己心里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我现在呢 宁愿自己的身份 是一个歌迷 而不是一个专职的电台DJ 好的 下面的时间 马上对话 方继伟 你好 东方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方继伟 很高兴在这里和方继伟对话 刚才我谈到了 我此时此刻做直播的这个心情啊 我说 我宁愿我是一个歌迷 因为呢 多年以前 在我学生时代呢 其实小孩姐你的歌曲呢 就一直 可以说伴随了我整个中学时代了 真的吗 谢谢你 是的 要知道那个时候呢 其实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 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而方继伟小姐的也不是每一张专辑 在内地都有过引进发行和出版 但是呢 我们还是通过一些渠道 比如说这个电台的远线的接收啊 那个时候网络资讯非常不发达啊 对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通过这个翻版磁带啊等等 这样一种形式 接触到了这个小孩姐你的歌声 其实也很开心 因为我曾经到内地 然后听到我的歌 但不是我唱的 嗯 对对对 然后我也很开心 对 不同的诠释方式 其实我觉得也还不错 嗯 但是呢 当2013年春末的时候 当我手上拿到了这张叫做情势太极的这张全新大帝的时候 我心里面呢 其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惊叹 一方面呢 是多年不见方继伟 发现呢 你在形象上啊 这个声音上真的是音容已久 但是呢 此时此刻的方继伟呢 又给我一点点陌生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方小姐现在是越来越知性 听你的歌之后也越来越感性了 而且呢 名字当中这个为字也做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对 其实以前方继伟素心堂那个为也是我自己取的 因为我很喜欢翻字典 嗯 那翻字典遇到好的文字 我就觉得它很漂亮 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可是呢 后来我又发现说 其实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那我又希望说 学了太极之后呢 能够让自己更加的蜜落 过去我们都是因为心里想什么 而产生什么现象 然后呢 万一太年轻的心没办法解决很多的问题 它就会在内心产生一种 跟自己过不去 所以当时我想树心旁的为 就是为心为为 都是以心为出发点 那到最后的生命的历练 我后来改了这个为 我就觉得就像两横中间一树 就好说你气通了 你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比较纯粹简单了 那自己就会觉得 这个人的思想也自由了 生命也自由了 对 所以我就改成为小宝的为 那其实呢 可以说 方小姐也把这些年 确确说是12年来 你在渐渐的淡初歌谈的 这段时间里边 很多很多自己在生活 在情感世界里边的一些收获 都融入到了自己的 这个音乐理念当中了 是吧 对 因为又总觉得说 我们已经不再是 在年少那种不知仇之味 对很多的情爱 都是这么样的用力 这么样的希望 都是在梦幻里面 可是渐渐的生命的历练 应该是放下很多 不必要留的情绪 其实是慢慢走进 淡定的感觉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当我在出这张专辑 我要带给大家的 这种内心的平静 或许就好像在电话的两头 我在诉说我的心情 我的朋友在听我 诉说我的想法 或者朋友在讲他的内心 那我在电话的这一头 非常宁静的在听 那没有任何的压力 却可以知道 对方在祝福对方的感觉 那其实 不论是通过一种 什么样的形式 其实这里边一种 这个精神力量 精神层面的一种传达 其实已经是潜移魔化当中 就存在的了 对 可能之前呢 我们也有接触到过 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 你看像这个祈遇啊 还有这个 亚亚节 孟天伟啊 他们后来呢 潜行于 把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感受 和这个介入到这个 佛学之后的一些 这个心灵体会 把它融合到一起 而这一次呢 小黑姐你也是把自己 这些年来非常热衷的 最初是陪着妈妈练 最后自己也痴迷上的这个 太极和自己的音乐 有了这样的一个 桥接的作用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妙的 毕竟呢 把这个流星音乐 和这个国学国术 特别是这个太极方面的结合 把它联合在一起的话 方积卫小姐恐怕是 华人世界里面的第一人吧 其实我也非常荣幸 让我找到这个元素 因为过去我学习佛法 然后我对很多东西的执着 执着在以善为 就是以善为主 那后来发现这种执着 也是另外一种执着 然后我当我遇到太极之后呢 我发现他就是教你如何放下 你认定的执着 而且是全然去包容一切的 那最重要的是潘静老师 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们讲一些 太极的一些国学基础文化 让我们从更了解太极的 这个抵御是非常的厚实的 那潘静老师也让我们感觉 一个练成的人怎么感觉 不像练家子 反而是更文气了 他说全要越打越文气 而不是外在的诠释的一个形式 对 其实看到方济为 您的这个形象的时候 很难想象得到 在太极场地上 那么您是流露出 怎样的一种风姿 其实我刚开始想说 我要去跟老师练太极 那应该是我心里想的 那个张三丰那个招式 我打扮的就像以前 我在拍武侠片的姿态 曾秀卿 一去我就说老师我练过那个拳 匀手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蛇行雕手 然后老师说 我们今天是先从地上 地上地板弓开始 那我才想说 地板弓为什么 他说打拳不在形式 而是在内在的东西 所以既然打拳是从腰胯开始 我们从地板弓接地气开始 然后我们就开始练 让自己腰胯比较紧的地方 慢慢松开 他就直接就切入到重点了 就是腰胯的地方 那因为我们腰胯不懂得使力 所以他就从地板弓开始 那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说 我怎么会有一次这么的感动 是身心整个都放松了 对 然后整个人进到一个极致 那那时候汗是用飙的 我想说 我以前练过瑜伽 那已经都不太流汗了 跳来跳去都不太流汗了 之后我做一个地板弓 我就开始冒汗 它就从骨子里 慢慢去带出来的 对 其实在这个俗生方面 我也有练瑜伽 那黄小姐能够给我介绍一下吗 这个瑜伽和这个太极 它最大的区别会是在哪里 其实我刚开始练瑜伽 是因为以前打球 因为我是一个球员 那有年轻的时候 有很多受伤的地方 不懂得去治疗他 那后来呢 渐渐拍戏的时候呢 因为作息的关系 那就是不正常 那就开始犯痛 那我练瑜伽是稍微舒缓 舒缓 可是我不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身体是需要 情绪 只要亦生情绪的问题的时候 都已经在你的内心 还有你身体的地方 产生印记了 它并不是用一般舒缓的运动 它就可以代谢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练瑜伽 的确有好一些 然后我也做到 Ashtanga 就已经做到倒立的动作 然后一直不断地在追寻 后来我想 我为什么要一直追寻呢 我到底要追寻什么呢 那这样跟太阳马戏团的 那个动作不是一样吗 那这是对外的一种追寻 后来我渐渐发现 原来瑜伽讲的是呼吸 口鼻的呼吸 无加于呼吸 如何让你肚子能够缩住 然后呢 呼吸从胸腔带开 对 那我又了解说 在佛法里面 生命只在呼吸间 那我对呼吸 这么样的清楚的时候 然后接下来呢 那当我练了太极之后 才发现 原来不中口鼻 而是慢慢 慢慢徐徐渐进的 一种吸入到 你的五脏六腑 好像是另外一种 洗涤的方法 那我就觉得 太极是更深奥的 一个哲学 对 我觉得您在 不论是从事这个表演 唱歌 还有在这个锻炼身体 这些方面 恐怕您在这个继承的过程 当中也是非常巧妙地 做到了一个融会贯通 而且呢 从中也发现了一些 可能必须要通过 不断地深入练习 才能够发掘到的 一些真谛 对 很多东西都是不断练习 我们讲说 做中学 学中觉嘛 从做里面去学习 那学习当中去觉悟到 某些东西 是不是适合你 当下可以去运用的 万一你练瑜伽 你做一个动作 你忘记呼吸 那个瑜伽就是一个姿态 那你可能用错力量 跑到腰力了 跑到手了 可能你就开始 一段时间没练 你就开始会犯痛了 因为用力使劲的方式错了 对 所以呢 当我有在网络当中看到 这个《骑士太极》 这首歌曲的MV的时候 我也看到了 后面有一些这个 您的歌迷 就评价说太帅了 本来形容女孩子 尤其是方金卫小姐 一直是这个 大众的心目当中 那个偶像育女歌手 用一个帅字来形容 你似乎不太贴切 但是我看了那些视频 那些照片之后 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因为他们说 我有点姻气 就是那个英雄的姻 那我说啊 姻气吗 他就说 如果我是一个军人的话 一定是非常 非常帅气的军人 那我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方小姐一定对这个 国学国术 有了太多的一些了解了 对吧 就是因为从潘老师的身上 了解到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常常忘记 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却对外去追寻 当你了解中国的国学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 国学的是来自文字 那文字来自相形 那所有的武学的基础 几乎就是 比如说我们讲 以前打拳的人 有什么蛇行雕手 都是因为从动物的身上 去学到一些防身的东西 跟强健身体的一个方法 那我就觉得说 啊 这太棒了 比如山啊 就有一个山形 那它就创造了 这个山的文字 或是山川的川 就是河流 就用三条杠 就当作它就是一个川字 那我就觉得说 难怪我们中国人的东西 是这么样的有意义 对 那是必要推广出去的 所以潘静老师就陪着我 到世界各地去推广太极 是的 就像你所说的 往往有些人 他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会忘了自己行走的方向 忘了自己到底在追求一些什么 对 但是呢 方九一小姐虽然呢 离开歌坛 有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今年再度回来的时候 让所有人依然觉得 不会陌生 是那么的亲切 而且我看到所有的朋友 都带着他的孩子来看我 然后他说 你怎么都没变呢 我说我不想老啊 我希望你们看到我年轻的样子 那你们就会想到 你们年轻时候的感受 对 是啊 谈到方继维的名字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把你的名字 跟那么多筷子人口的作品 都把它联系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片头当中 把那么多大家都熟悉的歌 挑选出了一些精彩的片段 连续在了一起 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那么可能单纯是对情歌 这个层面来说 多年以前的您和现在 当下的您 应该对情歌这个情字的理解 应该完全不同了吧 对 因为人是有生命历练的 那年轻的时候呢 总觉得情歌就是爱情的情歌 那在当时我的声音 是属于中低音 比较雌性的 所以老师就觉得 太适合了 用情歌来表达 因为声音的口气 他说我拿捏得很好 虽然你年纪很轻 没有谈过恋爱 可是奇怪 自然而然这个声音 就很适合唱情歌 然后在一段时间呢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去了解到 原来你去学习 生活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了解怎么样去过人生 你会对于感情 是不一样的心情 你会想要奉献 而不是强求 或是希望别人 给予你爱的感觉 那你会想说 我想要奉献 我想要给对方我的爱 这样子 是的 那么现在呢 所以在你的新川级里面 当我们看到 依然是情歌 但是唱的不单纯 只是爱情了 这里边呢 又给自己父母亲唱的 又唱人间之大爱的 爱的这个含义 更加广播了一些 对 因为这也是 因为在练太极过程当中 会觉得说 这个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包容 不管是父母的爱 不好意思 不管是父母的 对孩子的爱 或者一种男女之间的情感 他慢慢慢慢都会去升华的 升华到不同的爱 人家说 老老以及人之老 幼若以及人之幼 就好像说 当你生了孩子之后 你爱孩子那个无私的心 你自然而然看到别人的孩子 你就想去爱他 对 这是会因为你生命当中起了变化 而对于情感也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是的 所以当我有留意到你的微博当中 在前几天母亲节的时候 特别发出的 你跟妈妈的非常亲密的合影的时候 我在想 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方小姐应该对于亲情 对于母爱的理解 可能会更加深刻一些了 因为你出道比较早 当年的很多事情都是 妈妈在帮你打理 但现在妈妈依然陪伴在你的左右 现在反过来了 因为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以前我是你的女儿 现在你是我的女儿 因为我必须照顾你的身体 然后还有你的生活 你的饮食 所以你不可以跟我拗脾气 因为它有糖尿 也有高血压 所以身体的情绪会跟着天气所变换 所以常常会想到 他年轻的时候有多么的辛苦 什么什么的 我就说你必须要往好的地方向 过去都过去了 因为它等于是吃苦 吃苦就像吃补一样 其实过了之后 你的生命就会更有厚度 那现在你是最幸福的 你要常常祝福自己很幸福 不要再去想过去的事情 所以变成老人家嘛 那想到不好的 就会会一直不好下去 你就要随时把它拉回来 这样子 那我就说现在我是妈妈 你是女儿 对我们交换角色 听到你这样说 可能很多人心里边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妈妈 那我倒是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听一下方极慧小姐2013年的新专辑 这里边就有特别的一份要给家人的那一份爱的表达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老歌迷来说 像主持人东方也是这样 因为你的歌可能伴随了我整个中学时代了 对我来说 虽然这些年不见你的人 但是你却从来没有淡出过我们的心底 但是有一些新歌迷来说 他们会在问了方极慧是谁 这两天当我通过节目当中重点介绍你过去那些经典作品的时候 很多人在感叹了说 原来是这个歌曲的演唱者 我身边的某某某每次去KTV里边都一定要唱的 就是那首爱情的故事 就是那首悔 身边的我的一些学弟学妹们 他们也会如数价珍的说起你的一些歌 可能之前真的是对你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而想通过今天这次机会 很多人也想这个解一解心底的一直想问的一些这个问题 我身边有个同事一直在问了 他就说他在KTV里边最关注的 最喜欢最拿手的是你的那首爱情的故事 他说是唱进他的心里了 学生时代不觉得这首歌什么 就仅仅是好听而已 之后呢 当经历过自己人生当中的首次的这个失恋之后 他彻底的被这首歌给打倒了 他说他的手机里边一直到现在都存了这首歌 哇 我曾经遇到一个歌迷 也是内地的歌迷 他说你是方小姐吗 那个爱情故事那个吗 我说是啊 他说我当时用这首歌追到我太太的 那我就是好感动 我这位同事就特别拜托 我说要问一下了 这个爱情的故事背后 有没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可以讲一讲的 爱情的故事啊 其实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一直都被保护着 那虽然我们内心也希望渴望有一个爱你的人出现 但是因为在合约里面我们都是不可以谈恋爱 不可以结婚 所以我们就是好好做好歌手 然后旁边很多的助理宣传都把你保护着 那我当然希望说爱情的故事背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 当没有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想象 或者是看戏 去了解每个人对情愫的感觉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来把这首歌唱出来了 可是当时的老师说 方队你感受性很强 你既然可以把这些歌诠释得很好 可能是因为我是中低音吧 比较能够创出人内心的那种感受 是啊 你看一提到爱情的故事 很多人又发来留言了 我们有位朋友在这个微博平台当中就说 他说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 感受到的是一种浓浓的喝咖啡般的感觉 里边虽然没有加糖 但是却并不觉得苦涩 让人听起来更加甜蜜 而如今今天多年之后 听到方小姐的讲话的声音 从点播当中传来的时候 会觉得更加的亲切 而且亲切之中带给老歌迷的是内心的一种安慰和快乐了 谢谢你 我去年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去台湾旅游 在台湾的时候刚好碰巧得知凤姐去世的消息 而在某间电视台一个夜间节目里边 看到了方小姐去做客 谈你心目当中的凤姐 并且现场唱起的《我是一片云》 那一刻我真的心里边有充满着 对凤姐的思念和一种悲痛之情 另外因为看到了多年前自己喜欢的歌手方继尾 心里边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我说真的是宝刀不老 这个声音 这个容颜 一点都未曾改变 我就觉得 真的是助言有数 时间真的可以这么神奇吗 难道仅仅在你一个人身上发生吗 其实应该是心里的一个淡定吧 然后我是一个运动员 然后我的想法只是很单纯的将一件事做完 那运动之后呢 可能我喜欢汗水 留在身上的感觉 表示我今天又经历过一件事情 我完成了一件事情 那思想我也很简单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让我自己也比较不会有情绪上面的起伏 所以应该是这样才比较不容易老吧 这就是青春永驻的秘诀了 那我刚才说了 其实对于老歌迷来说呢 我们不愿意用付出这个词在你身上 因为你从来未曾离开过 但是呢 当你今天再度带来自己的新歌 发新片的时候呢 难免还是要面对这个市场 我们现在呢 所处的这个市场 这个音乐品类特别的多 新人辈出 环境完全不同了 那你今天你面对这样一个市场的时候 想问小孩姐 你的心里边有着怎样的一种看法 你会有担心有顾虑吗 其实我是觉得不舍 因为好多 后来遇到很多的音乐人 他们都说 他们一直努力在做专辑 可是专辑都不卖 然后音乐的市场整个都不一样了 那我不舍他们 我也想说 那我可以帮帮他们 然后多创作一些音乐 那我当时是想说 只是单纯的想要推广太极这个元素 希望每个人身体都健康 只是这样的想法 那现在音乐的那个接受度 其实是蛮广的耶 因为它变化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的一些想法 还有最重要是 现在的人的工作压力太大 他对于接受音乐 他必须要多面向的 才能够让他的压力给释放出来 我觉得是好事情 那也可以刺激一些创作者 他可以做出更多不同的音乐性 对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那么在音乐风格 音乐元素方面 我们从这张新专辑里面也看到了 你有很多的坚持 但是也有一些调整和改变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容易接受一些新鲜音乐元素的一个歌手吗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创作者 他创作出来的东西都是他的过程 然后这成长过程你不能去剥夺它 你不能用你的个人的喜好而去判定它是属于哪方面好或不好 因为任何的可能性它都可能发生 那么我们在微博平台上也看到了 有一位可以说是骨灰级的粉丝了 他对您蓝白时期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是吗 他说这些年潘美成偶然有露面 也有专辑有新作推出 现在终于等到小孩姐再度出山了 只是不知道当年您身边的像江念亭 林云小姐这些当年的蓝白之花 你们的几位公主 如今都身在何方 你们还有联系吗 还有听到你们唱新歌的这个机会吗 我是有联系到他们几个 那后来发现他们有的当妈妈了 然后他们也都一直在教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那我就觉得他们找到他们生命中的幸福 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 是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两年也有很多的这个老牌歌手都纷纷在付出了 那不知道这个方小姐对这个样的一个现象您怎么看 有没有自己特别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见到老朋友了 如果他们出现的话我们又可以同他演出 那太好了我们会有讲不完的话 就好比之前我遇到曾淑琴的时候 然后刚好我拍戏 我接戏 然后他说他也要接戏 那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经典的东西是 最余的俊荣的 最久不见 我接战了很多人 都说他们的青春生涯 那我们自己看的人 不只学生的自己 可在青春生涯 那些特别都会当时 我们有情人性的一些思想 想法 对 我觉得很棒 在我们这个今年呢 手头拿到的这个《情世太极》 这个专辑里边呢 其实刚才也谈到了方小姐 想要通过音乐 通过自己的作品 传达了自己对于太极的 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理解 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边 不知道您对自己的音乐事业 有没有一些全新的一些规划 音乐事业会的 因为我后来其实我在台湾 在推广太极的时候 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下 那因为潘静老师也 我可以请到他来帮我 演出MV里面的一个 打拳的角色 那最重要是 他里面还有九世的养生功法 这是我想推广 让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 万一你没有时间 去陪伴你的父母 你把这个DVD送给他们 那他们就可以每天练 很健康 你就不用担心 在工作上面 没办法陪伴他们 那后期是 因为那个雅雅嘛 那个孟廷伟 他看到我在店上出现 他以为我又重出江湖了 然后他就跟经纪公司讲 可不可以找我谈 可是问题是 他从来没有推荐过其他人 可是因为他在关注我 我也常常关注他 所以非常谢谢他 我就说 嗯好 我们可以合作 我希望说 哪个随着他的脚步 因为他一直在做一些 就是善事 公益的事业 那我就觉得说 哇 一个艺人 能够去做公益的事业 是一种 可以抛砖引玉 可以让更多人 一起来从事善的事业 这是很棒的 嗯 是的 那其实呢 有的时候在感叹 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魔力 能够让这个环国际文化 这样一间公司 非常有见地的 能够把这个孟提韦小姐 方纪韦小姐 包括这个民歌时代 很红的南方二重唱 能够再度的这个 照出山来啊 并且呢 有新作推给我们 心里面真是对这间公司 充满了感激之情啊 谢谢 而且谢谢环国际 谢谢雅雅 最重要是雅雅的出现 然后我对她非常的放心 嗯 是的 因为我知道 那在今天下午呢 其实这个方小姐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宣传活动 宣传计划要去做啊 所以说 我不能耽误你 太长的时间了 对 很开心 很开心认识你 是的 我在你的这个微博上呢 读到了一段话 真的是感触太深了 嗯 你说每当华灯初上 看到的是玩家灯火 那是感动 每个人的温暖色调 而家是唯一能够 让人安顿身心的所在 是 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有个家 对 对于很多 您的这个歌迷 以及现在的通过这期节目 通过近期的介绍 才开始接触您的音乐作品的 歌迷朋友们来说 我更加希望 您的音乐 您的唱片 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心灵的家园 一个温暖的家园 嗯 谢谢 谢谢 好的 那今天要结束今天的这期访谈了 不知道在节目最后 范小姐还想对东阳地区 倾听这期节目的广大听众朋友 说些什么呢 希望大家能够选择自己所爱 爱自己所选择 不管你年轻 你年轻 选择你想做的工作 都没关系 因为已经对这个社会的接受了 你就好好爱自己的工作 就是这么简单 那如果真的通过范小姐的音乐 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对国学 对果树 能够有一些了解呢 其实范小姐也会觉得非常安慰 是吧 是的 好的 那今天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再一次祝福范小姐 您的身体健康 您的音乐 以及您的这个推广果树的这个道路 都能够一帆丰盛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哦 拜拜 好的各位听友 那么以上的时间呢 我们利用接近40分钟的时间 做了今天的这一期访谈 访谈的对象呢 多年以来呢 一直通过他的经典的情歌 深深的触动我们 可能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们 不知道方继伟是谁 但是您一定在生活当中 在身边的朋友那边 也曾经听到过方继伟的歌 那么虽然呢 这个访谈的时间是短暂的 这也是多年在等待的一个机会 但是呢 我想方继伟她更多的是 想通过自己的音乐 把自己对于生活 对于爱的一份真切的理解 来告诉大家 好的 对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 再一次感谢方继伟小姐 百忙当中 抽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和大家聊她的好音乐 也祝福她的演艺世界 一帆风顺 同时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节目最后送出这首 大家都熟悉和喜欢的爱情的故事 我是东方 上星日到了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团队来的时间 再会了 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 只有你能说声爱我 尝在你的天空 握住它的温柔 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 我可以给你 无尽的灯红 取代你的融化 些许的冷漠 我爱情的故事 对我 就像一场 空白的灯红 我爱情的故事 对我 就像一场没有开始的梦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懂 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 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 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 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还会来 不管是什么样的 一路上